小伙伴们,你们的情人节都会跟谁一起过呢? 一年一度的情人节,大雄忙着去奔线,回家的路上偶遇没穿裙子。 但大雄可无心关心他人,同样苦命的还有小夫,被胖虎抓了一当陪练。 大雄火急火咬回到家,就忙着要去跟竞香奔线,可老妈却一声叹息。 因为老爸客户的公司社长来家做客,但老爸是个深度设口, 估计一个小目标的生意要泡汤了。 为了老爸的未来,蓝胖子拿出搞年糕套装。 小一手拿出一粒,就要搞年糕,一粒密瞬间变成一堆,大雄还在一脸懵圈。 老妈一斗志满满又为老爸一战,母子同心赶活不累。 蓝胖子则偷懒当起了氛围组,老妈大涨一挥,大雄大棒落下。 就在社长要离开时,年糕完成了,大雄呼喊来老爸。 老爸也是一脸懵圈,可一口吓肚,老爸口吐莲花。 把社长的秃头都夸成了聪明的象征。 主板那么一敲,咱也来当把社交牛逼正。 来个酒居文化,淘酒时油腻大叔的模样,让老妈也干劲十足。 原来蓝胖子给老爸吃的是社交牛逼正年糕,其他的还有大理事年糕,土豪年糕等。 老爸的事情解决了,可自己的事情还搁着呢。 明明要跟媳妇做爱的巧克力,却蹦出来个男小三。 两人天伦之乐,三人容颜地狱。 这时小夫先来砸门,春夫更是直接上手绑架了大雄。 正所谓炮虎的难大家一起扛。 大雄不乐意了,我偷个单容易嘛,可小伙伴们还全担着呢。 为了小学生的爱情,蓝胖子之后再次拿出年糕。 大雄一声令下,小夫等人莫名其妙就成了打工人。 你一锤,我一掌,你再一锤,我再一掌。 年糕终于出国,小夫三人一口下肚,真香。 大雄转身要逃。 小夫刚想追,其他长出了性感的屁屁。 原来这是屁股年糕。 小夫三人再习不能,大雄潇洒地走出两步,再次遇到不敢表白的没穿裙子。 大雄要当朝阳市民,垂起手络,就送给了裙子一份热情年糕。 裙子也毫不客气,心中感受到了爱的呼唤。 暗想门铃,终于走出了爱情的第一步。 可躲不掉的终究逃不掉。 胖虎亲自上门来抓培练了,还一次抓了俩。 第一局,蓝方代表哆拉之山,红方代表舞之海。 可毕竟不是一个级别的,蓝胖子刚一出手,就被一招上手之头送了人头。 大雄还没来得及关心,就被学霸吓了战书。 一想到鲜花插在富士山顶,蓝胖子正好拿出年糕,其了胖妹下黑手。 一个平地摔,年糕全乱了套,两人只能挨个尝试,你一锤,我一掌。 吃些年糕,大雄刚上场。 手上去长出公文包,原来这是包包年糕。 一招下手之头,大雄出局,虽败了但不能放弃,再吃年糕。 蓝胖子腹入凝脂,再次出局,继续努力。 这次手上又长出房子,大雄再次出局。 有些人年糕,蓝胖子出局,战斗不断持续。 大雄吃到再起不能,终于吃到了最后一个年糕。 在蓝胖子惊恶的目光中,大雄化身大力士,终于迎来了决胜局。 两人开场几乎相束缚,可大雄一个微笑,用一个完美的过肩衰,成功打败了胖虎。 火机扣了往媳妇家赶,却看到大白天有奸情。 镜香虽送上了爱的礼物,可这些都是跟各方面都是五星好评的学霸一起完成的。 想要人生过得去,头上必须有点绿。 那么小伙伴们还能想到什么奇葩的年糕呢?